戰鬥體驗該優化了 哼 就熱死多了 太慢了 大家好這裡是CK 今天要來介紹黃金與機械的攻略 開始攻略之前先拿追劣頭面到低難度關卡 找和平銀行吹宇宙碎片 神經網路的部分打開次元再啟動以及商店強化 選擇記憶命圖的話 可以避免角色被對方秒殺 目標就是要控制住 讓對面變成冰雕都不能動 我們主要使用公司時刻這個頭子 把商店街所有的祝福都買下來 這個是我通關的時候所使用的頭面 主要就是要複製交易區域 其他也可以使用毀滅獄 通貨膨脹以及兜售時間 可以以自己個人習慣做調整 使用銀狼主要是因為他的秘技 可以開場的時候學忍再配合次元再啟動 直接秒殺減少前期的生存壓力 開場的時候要找幾個重要奇物 第一個是和平的代價 如果沒拿到的話至少要通過第一關 才可以退出模擬宇宙重新回來刷奇物 而如果要重新刷次元再啟動的話 就要用追劣頭面回到低難度關卡通過第一位面 接下來在事件中要刷到和平銀行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認知的選項 是獲得分裂金幣以及天才俱樂部八卦 如此一來就完成了完美開局 八卦可以幫我們把獲得的宇宙碎片全部翻倍 這樣子我們在進入交易關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300宇宙碎片 在關卡中我們主要就是 找跟金錢相關的這幾個奇物 以及作弊次數 好讓我們複製出更多的交易 由於八卦的副作用的關係 我們即使遇到了戰鬥 也不會再獲得其他的祝福 所以在一些戰鬥後升級祝福的奇物 比如說像浮靈膠或者是信標著設計 這些的奇物我們就暫時可以先不理會 有多的潛在買即可 而要注意的奇物有機械齒輪 星系模型以及瑜者面具 他們會非常干擾你的宇宙碎片使用 以及祝福的情況 而三八面頭會把我們的八卦洗掉 而八卦不會在三八面頭刷新的時候再次獲得 這個頭子通常是我們到了最後一個未面才買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奇物都買的差不多 有48個以上 使用頭子可以再重新拿到火漆 測不准匣或者是寫金之章 同時把所有的奇物都輪了一遍以後 也有機會在交易區再買到八卦 再準備去再做最後的強化 等到分裂金幣的利息出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羅斯姑母的商店一口氣搬空 同時退還的宇宙碎片也會因為八卦的關係翻倍 相當於打了四折 通常進交易還是先到黑塔這邊 看有沒有跟碎片相關的奇物 再把羅斯姑母的祝福買光以後 最後到黑塔這邊再把會影響到祝福的火器啊 測不准匣買起來 因為有的時候 奇物給的祝福剛好就是羅斯姑母商店賣的那一個 這時候就會減少我們在這一次交易區域所買到的祝福量 等到買到了邪惡衛星之後 羅斯姑母的商店只要用1120的宇宙碎片就可以把它搬光了 有多餘的錢也可以把黑塔的奇物商店也一起買光 不過要注意的是我們用這個方法拿到的祝福幾乎都是沒有強化過的 如果算上信仰債券以及天才俱樂部普通八卦的效果 最後要把168個祝福全部都升級完畢 約需要5400多個宇宙碎片 如果是在前期宇宙碎片還不夠的情況下 也要務必先把離神相關的祝福先選出來 開出了記憶的迴響 而途中也盡量不要去走精英區域 因為也有可能會遇到像是外宇宙之兵或者是深寒徘徊者 這些沒辦法用凍結控制的敵人 可以的話也要把記憶相關的交錯回想開出來 增加角色的控制能力 再配合上離神相關的祝福 才比較有機會用單通的方式通過第一位面 否則前期如果祝福拿不過的話 可能就要消耗掉換金桂冠才可以通過第一位面 不過目前也沒有方法可以穩定的拿到可以使用的換金桂冠 所以也是很看運氣 等到了通過第一位面之後 基本上就是一直重複買買買的過程 在最後一個位面的時候 就用前面累積下的作弊次數 把獎勵冒險以及精英觀全部都變成交易 繼續買買買 這時候靠著分裂金幣的負力 通常宇宙碎片也會有兩三千的情況 而我們最後就在整備關的時候 一口氣把這些祝福都全部強化 這裡一共強化了130個祝福 連點了五分鐘終於強化完畢了 希望以後可以開一個批量強化的模式 那麼就可以進到王關去打王了 絕對君子 помощ啊 跳得好 這麼快 Zone 熱療 將近 大東 西哥 精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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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 中间是也有刷到了 总共拿到了158个祝福的情况 欢迎大家来挑战看看 能不能收集全部 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攻略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